继续看到在美股股市部分 昨天出现的反弹 可是这里头所看到废半 却是一个逆时走跌 那么包含在台前的ADR部分的话 那么这个冲击跟影响 对于国内相关联动里头 是要正面看待还是担心 掌声力道比较有限呢 回头又来看到在苹果的概念股身上 苹果昨天看起来反弹力道 是比较强一些些 但是反弹的重点当中的话 尤其在一些类股题材 一些整个供应店的 联动到底多温空又该如何掌握呢 今天为您邀请的是子荣 子荣你好 苹贤好 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是 子荣一开始的话 先帮我们掌握一下 昨天美股收盘 好的 其实大家最近 看到台股来看的话 似乎是有一点点confused 就是觉得说 为什么产业上面 类股上面 几乎都有好消息来做一个释出 但是股价反而是不赏脸 其实在这里特别要留意的是 基本面在这个地方 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反而是在筹码面上面 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如果你看筹码上面 如果有特定人事进场 那这个股价来说 可能就会跌升反弹 那如果说它基本面再好 但是在筹码上面 是比较凌乱的情况之下 这个时候就算 它的本益比再低 未来的前景再好 其实这个地方都是要保守的 好 那我们就来看 在美国股市这一块 美股沿路以来 我记得在第一次上这个书闲节目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说 川普在这一次 就是为了11月中旬的 这个期中选举 所以开始在各个地方 大打贸易战 但针对的头号敌人就是中国 那中国的上证指数来说 又在破底了 所以在川普这一次 几乎是大获全胜的情况之下 当然在美国股市来看的话 依然是呈现高姿态的震荡 所以我们看到穷工业指数 那么前阵子创下短波段的高点之后 当然就是拉回到均线这个位置 来做一个震荡 而在昨天的时候 是涨了113点 那涨幅是0.4个百分点 所以到穷工业指数来说 目前还是一个偏多的格局 但是上涨的力道来说 似乎已经是越来越疲软了 所以必须要了解到 高姿态的震荡之后 是否能够继续往上突破 那当然往上突破的话 我想科技股来说 可能暂时会休息一下了 重点是在于零售股 因为接下来就是第四季了 第四季来看的话 就是这个Christmas的 这种消费性的旺季 甚至于说在金融股 即将要升息的情况之下 只有可能会有扮演 这个主流的角色上去 另外我们再看 美国科技股的现行 那美国科技股来看的话 各位它也是出现 每一次突破高点之后 就向下修正 突破高点之后就回挡 那这一次在突破高点之后 现在就是呈现一个 回挡的格局 但是我们看到 KD指标来说 依然是呈现这个从低档区 即将交叉向上的格局 所以在于美国科技股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依然是欲罢不能的 当然还是有机会 这个往上来做一个攻坚 但是这里要特别留意 毕竟美国科技股 现在陆陆续续也已经是传出了 它的经济数据上面 比较疲软的消息 所以在科技股的部分来看的话 虽然在昨天的苹果涨了两个百分点上来 但是要特别留意 就是苹果涨的格局之下 台湾的苹概股反而是没有它的一个涨势 尤其川普又讲说 苹果的一些生产 就是它的工厂要移到美国去生产 但对于台湾的苹概股来说 这是一个利空的消息 所以现在台股的科技股跟美国的科技股来说 似乎是有一点点脱钩 反而是在废办族群这一块来说 台股跟废办族群的走势是最为相近的 看废办指数来看的话 各位请看一下 它也是呈现一个涨涨跌跌的走势 但是前波的高点来说 沿路以来都是没有越过 大家也可以去想象一下说 台股之前前波的高点 11270的位置也是没有往上来做一个越过 所以反而台股的走势 跟废办族群来说 废办指数是比较具有相近的 我们从KD指标来看的话 目前也是呈现在一个向下开口的状况 所以它沿路以来也是呈现 往上反弹 但是又往下修正 反弹之后又是往下修正 所以它可能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因为它的低点也是越来越高 这个空间里面在做一个游走 那么我们来比照一下台北股市 在台北股市就是这个K线上面来看的话 各位从台北股市的K线 前波的一个高点 各位11270 然后第二个高点是11261 然后这个高点是11135 11186的位置 所以这三个高点来说的话 其实都没有再过前波的11270的高点 然后我们还是一样画个下降压力线 以及上升的趋势线 那么我们从这里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又是跌破了年线 跌破年线的话 现在已经是第五次跌破了年线 那是否这一次还是会反弹上来 11000点 那我想这是大家在今天最瞩目的一个焦点 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台股反弹多少 反弹26点上来 那KD值来说现在即将要落底 昨天的外资来说 法人这个地方小买 所以从这里当然有机会上来 只不过这里要留意的是 之前在每一次反弹上来 其实个别股的内容其实都不一样 那么之前的反弹 我们说被动元件的反弹 还有台积电的一个被调高平等 所以使得指数来说是呈现上涨 但是在这一次到底是有什么类股 来带领指数来上弹呢 所以在今天来说的话 只有可能就是看到了除了台积电的全指股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 在金融股的部分来看的话 似乎现在的金融股已经是有担任这个主角的一个意味出来了 所以投资人在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手中持股比例比较多的话 还是应该你的弱势股趁着反弹的时候 应该适度的来做减码的一个动作了 好 那么弱势股的话 反弹要增加减码的卖方 那么实际上弱势股的话还不是不少 包含一些科技的股身上 我们这部就来看一下下金选的必看头条 野村报告 七大新一国家当中有一些货币危机了 这个报告的话 事实上在近来有多加的一些报告里头 都提到的是在整个货币的这个部分 那么危机之外 对于台北股市也好 对于台湾的话 有没有什么负面联动 再来看到金金并六大银行 拿到第一并购的门票了 当然这是属于大型银行 我们要特别强调 对于在金融股股身上的话 有没有这个机会 新来风来了 法人宣卡位凭盖股股的表现 的确昨天可以看到有些买盘在进场 可是呢 在昨天的卡位买盘之前的话 都是在卖超 会不会昙花一现而已 平价款LCD的iPhone呢 延后上市 这个延后上市 到底是把战线给拉长 还是利空开始呢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 先从整个大的方向 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当然第一条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之前来看的话 就是图尔奇的里拉 呈现暴跌的一个走势 接下来呢 就看到了 其他的新兴的货币市场 也出现了大幅度的重点 甚至引发出这个通膨上面的危机 所以呢 从这里来看的话 新兴国家的货币危机呢 那目前呢 这个野村报告上面呢 利用模型来做一个预测 也就是他利用呢 这个外汇存底 债务 还有这个利率等因素呢 来做一个评估 那现在来看的话呢 大概有七个国家 是面临到了货币危机的这个状况 那大概有哪几个 这个列入名单里面呢 像斯里兰卡 南非 阿根廷 巴基斯坦 埃及 土耳其 以及乌克兰 这里面呢 之前呢 有被大幅报道过发生事情的 当然就是呢 土耳其 土耳其在这个地方来说呢 当然国内上面的债务来说 还是一样 居高不下 所以呢 现在呢 股汇市来说呢 面临到相当大的一个动荡 当然因为他的 整体的GDP来说呢 是占值是比较小的 所以呢 他并没有影响扩 进一步的扩大 那在这里有特别的 就是他的GDP来说呢 是比较大的就是南非 所以如果说南非的 这个货币来说呢 是出现了极度恐慌的情况之下 只有可能会引发呢 全球的货币呈现 这个贬值 那么对于台湾来看的话呢 只有可能就是在 股市这一块来说 会有失血的一个动作 但是大家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不需要过度的担心 因为根据他的模型 就是台湾呢 跟这个南韩的国家来说的话 这两个国家呢 目前呢 还是相安无事的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依然呢 是比较平稳的 比较平稳的 比较平稳的 那么多用 我们要想像像像像好像 那边 这里有一点